7.33分16秒 我是周玉寇 MIT软实力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也非常谢谢 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 他是非常有才气的医生 他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不是来看病 是来介绍他的 医院也疯狂系列漫画 他也是台湾第一部 本土医院动漫的创作者 叫做林子瑶 林医师你早 好 蔻姐早 大家早 好 非常谢谢 喜欢动漫的 而且在这一次动漫展当中 也前去参加的人 应该在动漫展里面 看到过林子瑶医师 对不对 林医师你有一个 小展览的 对 我有一个摊位 一千多摊 其中一摊 好厉害 而且柯P还跑去给你站台 对 非常感谢柯P鬼 你们是同行人 他是我老师 他是你老师 你有被他虐待过 没有 被他指导过 被他指导过 好 今天林子瑶医师 要跟我们介绍的是 他的动漫的作品 医院也疯狂 那林子瑶医师 自己是专业医师 现在还在 对 现在在桃园 中立的诊所 我是精神科医师 对 我看我买需要给你对话 不会啊 所以你今天从桃园来啊 对 从桃园来 不好意思 谢谢你 不会不会 这个能上节目 这个Cole姐节目是我荣幸 对 我看了你的医院也疯狂以后 我其实应该做一个节目 叫做翻译师也疯狂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名嘴也疯狂 各行各业希望都能出漫画 我那天在动漫展上面也有讲说 因为像日本 刚刚Cole姐有讲到说 日本他们很厉害 我刚刚私下跟这个林医师讲说 我看过神之地 还有日本所有系列的 吃的美食 几乎吃的美食料理王 所有几乎都看过 很厉害 那你的意思是说 日本人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对 他们都可以画得非常专业 而且把那个行业的灵魂有画出来 他们甚至连火车的铁道便当 都可以画成漫画 对 他就画一个旅客 他从日本各地搭火车 吃各地的便当 然后就吃到想到很多故事 又哭又笑的 对对对 他们连那个之前前一阵子上演的 深夜食堂 他们连那个吃宵夜的地方都可以画成漫画 还拍成电影 还拍电影 还拍那么好 所以你的意愿也疯狂 你自己现在在拍微电影 对 刚拍了一部三分多钟的 其实还在摸索 那那个啊 你们家柯医师 柯老师碰到你说 我那么忙 每天忙的连回家吃饭时间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又可以画漫画 又可以拍微电影呢 还拍了DVD对不对 DVD是那个动画跟主题曲 是啊 其实就是要自己想办法挪出时间 然后加上抱一点肝这样 我看你很好啊 气色很好 屁股也很好 内内是整个厨 派料料这样 不会啊 精神科医师最重要的 现在在台湾很需要精神科医师 大家压力蛮大的 所以你是精神科医师 你用话医院也疯狂 这个还蛮合的 对但是 我觉得精神科医师有 常常可以听到就是一些人的故事 对那这些是对创作来讲 或许有时候是不错的一些灵感 对哦 我正要问你呢 你这个是不是所有的病人 跟你讲的奇怪的故事 也都放到里面 没有啦没有啦 我们这个 有益德 不会直接放了 但是可能就是 会把他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表达出来 林医师这个啊 在动漫界非常有名 他现在有几个是像你这样 学一画漫画的 很多耶 其实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原本大家就有在画 只是说后来因为我 我出了漫画之后 大家就觉得 其实我的漫画 一届的漫画 大家也蛮喜欢看的 因为一届其实白色巨坛嘛 一般民众对里面的很多 尤其是开刀房的故事都不知道 对 所以像我之外 还有那个急诊女医师奇石 还有可乐可入障生活 你哭梦啊 急诊大师卫啊 小百合啊 还有甚至很多钥匙 像米喀巴啊 之类的 很多啊 哇真的是耶 这个卧虎藏龙耶 其实台湾有这个趋势 因为现在脸书的那个粉丝团 非常的 非常的盛行 像Koro姐也有自己的 对啊 粉丝团 对所以就是大家创作就变得很容易跟网友交流 哦对同业同好的人自然会接在一起 所以以前你要出漫画 你必须要出版社看中你 就跟星探一样 是 你才跟所谓的民众交流 啊现在你只要 呃 现在画画很方便嘛 手机连iPad iPhone都能画 嗯 画完之后直接丢到网络上 马上就有那个共鸣者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的漫画 我觉得现在台湾不错的是 很多人都会把各行各业的 故事把它写出来 画成漫画 或者对 像最近有个消防队的蛮有名的 哦 关于消防队的这个 漫画 所有的漫画 他叫羊 对 你是我们本土的哦 对对 他有画 我一开始以为他一直 本身是消防队 对 然后还拍一张 所以我不是 非常厉害 他更厉害了 对 他去外出取材 对 那你是在自己的故事里 可是你这样画了之后 你的那个病人回来跟你讲话的时候 会说什么 不会啊 因为我大部分 其实大部分画的还是自己的故事 病人的题材其实用的不多 而且病人的题材 如果真的要用一定会 他自己都看不出来 我有用 这是你厉害的地方 没有啊 这是基本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林医师 林子瑶医师 是从小就喜欢漫画 对 我跟大家一样 小时候就喜欢看了 看久之后就会 你小时候是看什么 很多耶 我小学 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看了 看最早其实 不知道 康尔姐妹听过一部漫画 叫诸葛四郎 当然有了 你看诸葛四郎 我看诸葛四郎 就是诸葛四郎啊 老夫子啊 对啊 然后还有 我们小时候是看老夫子 那我大的时候 我看的 你小的时候 可能我 你这个 四个漫画 年代我们 其实没有猜的 是啊 对啊 那还有啊 那个四个漫画 其实我那个好朋友 朱德庸 那个是后来的 对对 朱德庸 双小胖 朱德庸应该跟我是同代的 超好看 那个是OL喜欢看的嘛 其实我也蛮喜欢看的 对不对 很酸 看朱德庸的漫画有个好处 你就知道怎么谈恋爱 因为男男女女的关系 我看了还是不太会 是吗 那你需要再继续画下去 我感觉要多看几本 哈哈哈哈 这个李子洋医师是 小说也喜欢看漫画 所以你自己就画 这个漫画的第一 第一本啊 你现在的音乐也疯狂 已经有几本了 我现在刚出第四集 就是八月 八月的动漫长 恭喜恭喜 后来你为表现优秀 你得了好多奖 其实就是 我跟两人一起画嘛 那就其实我们 运气也算不错 就各位老师都还蛮 蛮 不要那么客气 好不好 就是 太不臭屁了 当医生要像客屁那样臭屁才行 这个这个老师有他的实力 小咖不用这样子 所以你的医院也疯狂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跟两元合作 对对对对 他的你的本名就是用林子瑶嘛 对不对 对我本名是林子瑶 然后另外那位两元是什么 冷蔻 冷蔻啊 一直在哪 因为他的本名叫梁德元 梁德元念九 梁德元念九 小时候就被人家叫冷蔻 被国中老师叫冷蔻 从此他就叫两元 对对 好像也蛮有趣 他跟你一起画 主要现在画面主要都是他画了 第一集之前是我画完 请他帮忙 嗯 可是漫画都有主角啊 都 所以你们两个合起来画 互相 后来是他画 对对对 那个造型是一开始是两元讨论的 造型基本上一开始原始造型是我设计 但是后来新的角色 因为我们陆陆续续 又增加角色 对我会跟两元一起讨论 嗯 所以你就是里面的你的医院也疯狂 梁德元先生两元他也是很小就想做漫画家 他对他基本上也是以漫画家当做梦想 也在努力 所以非常努力 那你到底是要做医生还是做漫画家 这个可以兜兼顾 厉害有他喜欢漫画小说不带戏 啊对啊 电影 对啊 其实大家也都喜欢吧 就是这些题材 那你干嘛去做医生 这个 你爸爸叫你做医生 因为做其他做表现 开玩笑啦 好他现在是 因为你现在是漫画家嘛 我算半吊子 算半吊子 你已经进了那个动漫的书展 动漫展的 你们有小摊子 一千多摊 对啊 所以一千多摊 再一个已经不简单了 我只其中一摊而已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作品有翻成那个外文吗 有翻日文 哇好棒啊 现在第一集有日文版 哇 对啊剩下的第二集其实也翻好 但还没有印刷 嗯 对因为我自己比较常去日本 嗯对 所以呢你自被你的这个前桃园寮演院的院长 陈快乐 对 呃陈院长他名字真好 对 Happy 他英文名字就真的叫Happy 就叫Happy 他写论文的时候就叫Happy 哇好可爱啊 他说你是才华洋溢的热血医师 没有啦 他现在后来当了那个 新口市的市长 第一任他刚退休 刚退休 陈快乐这个院长好 那这个林梓瑶她是用漫画来漫画人间 其实要做创作的人 有的时候要很爱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对不对 对我我我其实虽然我画的号称是医院疯狂 可是有有将近大概三分之一画都是台湾 对 像第四集就很多史安的 哦哦 问题 刚出版的 技巧林大师林杰两大师都请出来 是这个 蛮可爱的 这是刚出版的耶 这本有 这个文化部也赞助你的作品 文化部是赞助第一集 那时候是通过那个艺术新秀 我是会出出就是那个得到艺术新秀的 那个奖像 对然后我就觉得稍微有点自信 因为以前其实大部分都画一画 自己看给同学看 大家笑笑就好 给女生看 然后后来发现竟然 没有了 男生有看 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发现 竟然我的业界的前辈竟然肯定 还颁个就是艺术新秀的肯定 我想说那这样子搞不好真的可以出书 你就可以做商业上的这个 对所以那时候想说 可以让更多民众看到 不仅是同学 是林子洋医师这个才华洋溢的热血医师 那你这样子的话 在你的同业里面是偶像呢 没有啦 那病人来看你的病 是因为来看你的一个漫画里的雷雅 还是来看你 我基本上就是觉得这个要分开 因为都会影响到那个专业不太好 所以我后来就是 就是不会用这个来打广告 对对对 我还是觉得专业归专业 但是这位雷雅是主角之一吗 对对对 那就是你 在下我 就是你啊 画的也蛮像你的 因为也戴了 不会啊 呆 要呆又要可爱 这很难哦 这个真的是才华洋溢 那雷雅很跟你有点像 真的跟本人很像 戴个眼镜 眼镜是一样的 都是草方形的 那嗯 你里面提到了有写到林杰梁医师有画到他 而且画的好像哦 对对这是两元厉害的地方 两元这是后来这些都两元的手品 现在看到画面都两元画 那内容呢 内容是我想的 你想的 然后我会跟不过一部分还是会跟两元讨论的 你跟他讲 因为两个人合作一定就是要协商 哦是 好这个 好有趣哦 你看你这个 这个 这个是真实故事 哦是吗 就是我跟两元去吃回转寿司 对 还第一次呢 什么时候第一次吃 其实我大概两个月前 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回转寿司 真的 我之前没有吃过回转寿司 你这么帅 没有啦 这个 后来我去吃还蛮好玩 感觉有点像深夜食堂 你看 他去吃回转寿司 还可以画 画那个好几格漫画出来 就是生活中 其实用心都是灵感 哦是 因为呢 嗯 然后雷雅生气的样子 很好玩 那 这个是 这个是第 现在已经出了四本 对 第四本 然后要连续的出下去 对 嗯 那嗯 关于伊森的 很多的漫画 其实在台湾 我们以前熟悉的 应该还是 呃 伊隆吧 跟啊 这个 呃 杰克 对 怪异黑杰克 怪异黑杰克 对 伊隆我应该有看完 对 怪异黑杰克偶尔看 都蛮好看的 都蛮好看的 对对对 好 我们怎么样来建设 好的这个漫画作品 等一下再请教林子雅医师 林医师是桃园的 呃 是呃 现在在 桃园中立诊所 桃园中立诊所 对 是担任精神科医师 对 嗯 我们立刻回来 那你是什么学校毕业 哎 我是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 哦 中国医药大学 现在是一所非常非常优秀的学校 对 不过我都在家台中的 还是会有人以为 是对面的 对岸的 哦 还好 还是会有 他是陈立福先生的学校嘛 对对对 非常好 谢谢 我们今天要赠送这个 第四集的 医院也疯狂 有五本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 非常谢谢 这个出版这个 医院也疯狂的 呃 白象文化 大象文化 对对不起 大象文化 嗯 好 以前叫白象 现在叫大象是不是 没有没有 是那个 出版的不一样 因为第一 一二集的时候是委托白象精销 哦 现在是大象文化 一二集是我个人出版 三四是大象文化 大象文化 好棒哦 医院也疯狂 然后是大象 就是哈哈大笑的大笑文化 他希望看他看了都可以很欢乐 哈哈大笑 就不要变成疯狂就好了 疯狂的话就去找了医师 疯狂的哈哈大笑 对 看整 哈哈 097的 我觉得我都疯狂了 0916518518 各位 你可以这个传情讯进来说 我要跟雷亚一起做朋友 要看他的作品 马上回来咯 欢迎收听coco早餐 现在的时间是七点五十一分四十七秒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桃园中立诊所的林子洋医师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是医院也疯狂的作者 他跟他的名字叫雷亚 那也就是里面的这个主角之一 然后另外一位梁德元先生 他的名字叫Nenco两元 两个人合作了 医院也疯狂这个漫画 而且还出了 DVD里面是有 动画跟主题曲 对 还有歌 歌是你写的 歌词是我写的 然后编曲呢 编曲是有三首 我目前常播的是跟JV 就是一个陈振文先生 合作 对 你们学医的人 为什么都这么多才多医 我觉得医学院学生都这样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蛮多 各行各业都有 不是只有我们 科技的 对 可比你那一五七月智商 我大概 我测过我的了 我有把这个画成漫画 就是看了我的智商报告之后 大家就觉得说 原来努力是最重要 真的真的 我的这个 我的IQ真的没有很高 真的我真的有 有报告出来 真的啊 真的 有漫画里面有 漫画里面可以找到你的IQ 没有没有 没有写出来 但是有一折有画这故事 对 对 你把你自己 只有好玩的故事全部画出来 那我问你 医院也疯狂 现在到第四册了 快要这个 已经要上市了吗 对不对 已经上市了 刚上市 已经上市 第四集 我们等一下非常 这个欢迎大家 0976518518 写简讯进来 我们就要赠受你 而且呢 我们这个 今天呢 这段访问也会上YouTube 那 医院也疯狂的主题 它就是 它不见得是 几乎是以四个漫画为主 全部都是四个漫画 然后我加个短片这样子 嗯 那像你 我随便翻一下好了 你会写到一个人 其实多半都是人嘛 比方你写到这个 苏董 这个人有存在吗 我同学 超级好骂 你 可可姐你也太会翻了吧 哈哈 医学系的FBI局长 收集资料跟掌握情报能力很大 嗯 然后呢 嗯 然后 那那 他也 平常也是这样 戴个眼镜 黑白啊 没有啦 那是我 你把他造型 画成有点黑白狼君的感觉 对 你把他画成这样 以后他本人看到 有认出来是他自己 然后他讲什么 没有 他可能会想把我掐 是不是 哈哈 我里面的同学 都很多都会出场 对 都会出场啊 出场啊 出场 出场 我都是交给自己来出场 对 对 里面呢 这个 嗯 你觉得你自己 未来在这个 呃 动漫 这个行业里面 呃 有什么目标 你跟两元 你们又拍微电影 终于一天要拍连续剧跟电影吧 我的 梦想是当 拍一部电影的 当什么 当主角还是 电影的导演 当导演 我当主角大概没有人会看吧 你要雷雅 哈哈 这个不够帅 要早帅一点 不是啊 那医生 医生一定都是帅的吗 没有啊 不过像最近那个金钟奖的颁奖典礼 那个麻醉风暴 那部就入围了 好像六项 关于医生嘛 其实关于医生的电影 我们从小就看 看那个什么啊 看那个急诊室春天 记不记得 对 那部美剧 哇 今天时间过好快哦 跟精神科医师一起聊天 真的过很快 谢谢你 谢谢 你也不管 你也不管 天上吗